好 大家好 我是幼博 當然不是第一次過來 也希望不是最後一次 所以待會會很期待 你的當一個簡報 那目前我的工作是併用副研究員 那其實目前之前的交易在政府公部門這邊 當然我們的執行優勢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部分 是呼應Open Data Day 以及持續在跟社群做一些公司協力的部分 那過去我們有做了很多的一些成果 不僅是在業務上 我們有一些被附的任務 是在公司協議的部分促進公民參與 還有在做為資料治理跟巡證的基礎資料 做一些建設跟處理 那我們目前有在做一些東西 所以今天會分享說 我們過去的成果 我們現在在做的東西 以及我們的需求跟未來的一些方向 所以我們今天需要的 或者是比較徵求的是 各位的一些創意的想法 或者是資料 運用的一些場景跟案例 以及說各位不管在什麼其他的領域 或者是工程上的技術 網頁上的技術 可以給我們一些案例 或者是提醒建議 甚至說各位會有一些專案合作 或是可能的一些研究計畫 也可以跟我們來聊聊 那我們現在有什麼材料跟成果呢 在過去我們的整個資料整理起來 大概我們把勾為五大資料平台 那就像是跟網路都會為五個一樣 五大資料平台上面有六個圈圈 那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好那第一個我們像過去我們的業務裡面要讓 在業務主動的山坡地 山坡地可能是大家相對陌生的一個地方 那但是他在上面 我們有很多的一些資料情況 跟過去為了防災所做的一些處理 在上面上都可以查得到 不像過去可能需要公文才能瞭解到我們的一個環境 那在我們持續 其實在響應開放資料的這一塊 不僅是我們單位有建置開放的一些資料平台 到我們的上級機關整得到農業相關的一些資料 那包括我們在歷史影像 還有說在線上的一些圖台 能夠用衛星圖去看到相關的一些資料等等 以及我們今年將我們的一些照顧成果都已經公開上來 那公開之後我們也有一些合作的物文機的影像 能夠讓大家重複去做使用 甚至我們在很多的研究成果 我們整合在這個網頁上面 這些材料藉由一些系統的一個整合 跟一些我們的夥伴 政研院的夥伴 甚至我們在之前的一些社群夥伴 都有很多的延伸方向跟正在進行的專案 那今天你可以提供這一些的東西 或者是跟我們聊聊這些 甚至今天最重要的風評測試 我們還有在增能 那我們目前3月6號有增大約聘能源 以及額滿的另外的研究員 如果大家有興趣也可以來聊聊在草屯 看有沒有機會合作或者是成為同事 以及說應用我們的開放資料 謝謝